今天是我們全新的節目的錄影 在我身邊我先介紹了一位新的主持 就是柔柔在這裡 你好 Hello 柔柔 其實我們另外一條頻道 靈通王我相信大家都會見過他 也看過他的節目 讓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柔柔 之前的靈通王是因為我有一些靈體的經驗 也有跟靈體溝通過 以前是學法的 之後就發覺靈體是否一定要說了他們 還是可以溝通 一直都有跟靈體溝通 在溝通的過程都學了很多新的東西 而是我前所未接觸過 就開始對靈性方面越來越有興趣 慢慢去進修 慢慢去研究 直至開始對潛意識方面 其實都有很大的興趣 慢慢開始了解人與人之間的潛意識 甚至動物和靈體 溝通的意思是甚麼 溝通的意思是 今天沒有再搞我了 是可以的 因為你可以跟他們說 我今天很累 不如我們約定明天10時才見面 其實他們如果真的有事想跟你溝通 他們會覺得沒問題 就好像開一個營業時間 才跟他們聊天都可以 當然了 其實一些比較奇幻的話題 會在靈通王那邊出現的多 我特地跟猶猶 去談 想開這個節目 由心解讀 我們不是由靈解讀 我們不是由靈解讀 是由心 解讀甚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身心靈 心 即是講大家的思維 身心靈為何次序是由心開始 所有事情由心而發 慢慢改變身體 直至靈是合一 身心合一 身心靈 你不說我都不知道 原來是由心開始 是的 所有事情一定要是由心開始 即是如果心 有些事情想告訴你 我覺得很不舒服 而你去選擇不理它 身體就會出現問題 當你身體出現問題的時候 靈就會開始掙扎 可能創造了一些 為何那個人會覺得很辛苦 不知道怎樣 好像跟靈拉鋸 就是因為你沒有聽從你的內心世界 而你強行用頭腦去控制你的身體 所以變成你整個人好像支離破碎 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呢 因為我和柔柔聊天的時候 我問他平時喜歡看什麼書 大家聽著 他喜歡看什麼 《24個比例》 《重返犯罪現場》 《犯罪搜查216問》 《謀殺診斷書》 我心想為正正常的人 還要是女生 理論上很少會看這些書 除非她本身 都是想這樣去做這些事情 應該不是吧 但是為什麼你會不喜歡看這些書 因為我不喜歡看 很多人都說 你喜歡不喜歡看行劇 喜歡不喜歡看愛情小說 我會覺得 有車有樓那些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大家不用頂鏡那麼久 我會覺得這些有少少很荼毒人心 好像那些大陸劇 我等你一千年 其實那一千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會覺得很奇怪 而這些有少少 可能她怎樣可以殺人於無形 我會覺得有少少醫學性的事情 我有少少喜歡 二來我會覺得 其實她們的計劃 精算 其實她們真的是 一個很冷靜的頭腦去想 怎樣可以用一個冷靜的頭腦 而撇除了她的內在真心想法 究竟她們做的事是她們真心想做 還是經過頭腦的批判去做 大家聽完柔柔所說 你們都知道她是甚麼了 所以我奉勸各位 如果看得到這個節目 首先你們如果累的話 就先喝兩罐紅牛 保持腦部清醒 你們一定會看得愈來愈開心 OK 因為最近 傾有甚麼話題去說的時候 我想小不免有兩個話題 一定要說 第一 要是砍人 要是倒塌 但是倒塌 我們不能去討論她的心靈 砍人 可以討論 沒錯 所以今集作為第一集 我們就挑戰一下 讓大家進入柔柔的心靈狀態 究竟大家一起去討論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真是很值得去討論 第一 為甚麼這麼多 當然有些人說 是否因為媒體 他們的很熱刺的報導 而令到這些事情多了浮面 是其中之一個原因 但是又這樣說 喂 有報導 你也要有那件事 你才會報導 對嗎 而為甚麼會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 疫情都通關了 大家都很開心 迎接內地的客人 又或者大家都經常去旅行 為甚麼會有這麼多 好像很不開心的事情 為甚麼要在現在爆 為甚麼不是疫情那樣爆 疫情才是最不開心的 為甚麼不是疫情斬 為甚麼現在才斬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先說 先說原因 在你的角度 是吧 即是你覺得 你又看這麼多書 是吧 你完全代入他們的角度 怎樣斬 斬哪裏 先斬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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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原因為甚麼呢 我很好奇 為甚麼疫情最不開心 為甚麼我真的不斬 現在才斬哪裏 我真的不斬 如果在我那裏的觀點 我會覺得在疫情方面 大家齊齊想 大家的能量都是去到同一個level 變相沒有高與低的時候 可能大家在同頻狀態 你那個刺激點可能沒有去到那麼高 當開始現在開放了 很多事情都開始不同了 那個頻率已經很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還處於一個低頻狀態 他們都覺得我還未找到工作 我經歷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逃出新天 但我仍是浮醜 那個位置 反而有些人會覺得我更加差 每個人都開始找工作 經濟起飛了 但我仍是這樣 就會有一個比較出現了 所以麥當勞那個 麥當勞那個 他就很神奇 我覺得那個 sorry 我笑 只不過是我覺得 我一直聽說 對 那個所謂的頻率 那樣東西 別人都請來 是不是 別人都請來 你真的 去贊人 都不喜歡 對 對 因為他做得慢 對 但有時候 譬如人家都請了你 你甘不甘心在這個崗位繼續做 那就是你自己內心的想法 譬如我只不過想先做 但我只不過先做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放棄做 我不知道他的工作 本身是怎樣 因為我都不認識他 沒有意見 但是可能 有些人就會覺得 其實我已經很努力地做 你都不滿意 變相很多人都會先用情緒走 那一下情緒一度 好像一個頭腦就說 我這一刻要先保護自己 我什麼三七二十一都不理 我做了這一刻 我想要做 但他就沒有用一個內在的心態去想 如果我做到這件事 我會得到什麼結果 那所有事情 那些人就說 我不管了 我先去了 這個就是頭腦先 而導致很多一些錯誤的發生 而去到結果的時候 你會去後悔 我知道你在催眠 你是一個專業的資格 其實這是一個關於前意識的事情 但其實剛才你提及到 我想探討一下 他為什麼會 正常人不開心 很不開心 他會自殘 但他不是 他斬人 一定是他覺得 為什麼我要面對這麼慘的事情 為什麼他能夠這麼好 這個最基本的原因 他才會去的人 是 但問題就是 他的潛意識 是否純粹 就是因為這麼簡單 而他就會去做這件事 因為坦白說 不公平 全世界都知道 經常都有一句 為什麼我老爸不是李嘉誠 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如果是這樣 李澤佳不就很麻煩 李澤佳不就每天都 他很多保鑣 是 但都沒有這麼多保鑣 是不是 但都 這個 就是他很多保鑣 我知道 但問題就是 他都防備得很辛苦 是不是 所以 是否純粹就是因為 這件事 而令到 會有一些這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 例如鑽石山 鑽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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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理會廣場 我最記得 當然 媒體就 鬼形鬼星寫出來 是 就說 該位的兇徒 他行兇完之後 有一位廚師 就建議勇為 撐了他一爺 然後 他整個人 好像醒了 醒了 然後放下了 他的武器 走到一邊 站在那裡 呆了 這樣看著 老實說 你問我 正常的人 會不會 有這件事的情況發生 或者這一連串的舉動 是理論上都會的 除非他是一個很生氣的狀態 他是一個很生氣 人家拍完他 他真的醒了 但問題是 三不識七 他不是 麥當勞 那個事件 三不識七 的情況下 為什麼 他會有這樣的情況 先從我自己看 如果那個人 我們不知道 他會有PTSD的情況 什麼 PTSD 有創傷症的後群 可能他小時候 是覺得不好 他會壓抑住 那一件事 當有些事情 突破到那個位置 他可能那一刻 就完全是 一個手機的狀態 所以可能你那一刻 拍一拍他 他會寫一寫 好像回了魂 第二 好像有靈的干擾 這次我們就不說這件事 第三 就是他在哪裏接收了一些類似的訊息 在媒體 或者去哪裏聽到一些觀點 覺得當你發洩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做 而當他直入了一個觀點 覺得 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觀點好像是我的 我直入了一個腦海浮現 形成了一個圖畫 而導致他走歪了腦 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有時候我們得到的資訊 可以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那個資訊給了你之後 你會買入的資訊 成為你自己的觀點嗎 還是你看完之後 嗯 我知道這件事 那已經是兩樣不同的事情 所以譬如宅民那件事 可能其實 他只是純粹買入了這個觀點 買入得很強 他只知道我想做這個行為 我想做這個行為 那他就去做 當他做了的時候 被人拍拍醒一醒 他就會發覺 為什麼我會做一些東西 他根本沒有內在去想一件事 就是當我做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會得到什麼結果 很多時候做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用內在去想 結果就行動 其實那件事就會變得很差 這個無限延伸 剛才你提及到就是 第一 兩個層面 第一 假設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我不知道我們報導的東西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 他本身有創傷的人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說我們如果有這樣的可能性 而我們就要純粹說好東西 其實我們就做不到節目了 我們做不到節目了 我們不停每一天就是播集分平思想 對不對 那一定沒有影響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是不是一定要用頭腦去想很多東西呢 譬如那個人可能看電視劇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合片 一定是刀光劍影的 那你就買入了這些東西 我很喜歡刀光劍影 你可以去玩氣槍 你可以去耍劍 但是有些人他們想法 可能是另一個思維 他們就可能做了另一個思維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有沒有一個很中容的位置去想 為什麼我看完會突然覺得這麼喜歡 你有沒有想過 而你有沒有想過在現實生活中 你不可以把那樣東西套用出來 變相他們的思維就可能 沒有什麼人去幫他們的調整 很多時候都要靠自己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在身心靈角度 你要先了解自己 先去了解別人 就是因為你不透徹地去了解自己 你很多事情做不到 你很多事情都變成是邁入別人的觀點 邁入別人的感受 成為一個你 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屬於什麼 嗯 明白 因為他本身裡面沒有他自己 而他看到一些東西 他將自己墮進去 其實他不是影響到自己 他直接將自己墮進去 是啊 是啊 好像我有一個軀體 我好像沒有靈魂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甚至我不知道自己喜歡吃什麼 這也可能未必知道 他就看到這個很棒 他吃得很棒 我又吃 我好像很喜歡 但其實這個不是你想要的 你只不過看完之後 你邁入了這個觀點 你沒有一個真真正正 自己想要的東西 是自己的內在 很空虛 lev… 你就成为了一个扯线公仔 而你质入的资讯如何去隔绝 如何去将那件事变好与怀 都是一个选择 所以有时有些事情可能突然发生 他本身很好人 为什么突然发生这件事 你要知道他一直以来 他那个好人是去扣出来 还是他都是一个祸 他根本里面完全是架空了 我觉得你第一集已经得罪了很多人 是的 对吧 你已经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就是 例如开饭吃饭之前拍一张照 接着他见到隔壁的一人 看到你拍一张照 我又不想拍一张照 对吧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是的 但其实我都会喜欢这样拍照 但是拍完 好美 完 就是完 你不会现象好美 好美 就是日看夜看 睡觉看 起床看 整个字都看 你不会的 就是你会将每一件事分拆 你这碟好美 拍下 拍下 完 这个故事就完 不会伸延 不会伸延的时候 你不会有那么多能量黏着自己 形成一个所有东西都不属于我 其他人的东西才属于我的状态 好了 我知道你有学法 对吧 当然 我知道法 应该没有什么 因果 对吧 我又好像没有什么 听过 是吗 但New Age 有因果 我的派 就没有什么 因果论 是吗 是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今世 就还今世 比如你上世杀了人 但你今世没有做过杀人的事 如果你要去还你上世的事 你会不会觉得很无助 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 直接是不公平 是的 所以 卡数不是我的 我为什么要还 是的 你会觉得 我今世是这个角色 为什么我要还我上世的角色 其实 我们会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我会觉得 有时候所谓的 这些因果 是你如何将那样东西 要负责任 其实你不需要为上世负责任 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 是不一定我控制的 怎样为止 不是你控制 不是我控制 是我为不为他负责任 如果那个Train 他本身 他的路轨真的是这样走的时候 不是我控制 我想负 或者我不想负 他是偏要到 那又怎样呢 你讲那个事情 事情 那个因果而现身的事情 如果那样东西要到的时候 我会相信 因为在New Age 我这边的派别 其实宇宙是没有批判 没有观点的 没有好与坏的 所以 譬如那件事到来的时候 而你不懂得去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提问的状态 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来的 发生什么事 因为在宇宙的角度 的定律 我们叫做答案是削弱力量 提问才赋予力量 如果答案是削弱力量 提问是赋予力量 提问是赋予力量 听好吗 当你答案 那堆蟑螂在冲过来 那堆蟑螂在冲过来 我死眼了 那你真是死眼了 因为你把自己的缩度很少 你只能站在那里 蟑螂一蟑螂一蟑螂一蟑螂 但是当蟑螂冲过来的时候 还有什么可能性能离开 那你就扩张了自己 你就可能会立即找到 那里有一条梯 我立即拍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会觉得 你批死了 就是因为你认定你是这样 就好像观点创造实相一样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去选择 而视乎你愿不愿意去看 那你觉得那些路 本身已经是计算好 还是没有计算好 没有计算 随便的发生 没有计算 而是你要自己创造 是的 等于我坐车去攀充 我有很多可能性 而我怎样去选择 都是我创造出来 我喜欢坐舒服的 我就叫你 我喜欢逼的 就坐地铁 是的 嗯 OK 我不知道第一集 大家有什么感觉 或者感想 我想有些人都开始认同我 那句 就是头脑要清醒一点 最好才去听这一集 因为像我一样 大家常常听到我的声音 很多个节目都听到我的声音 就是因为我好像流水 作碟胶胶胶胶胶 但是我发觉 我都要清醒一下 我才能招呼到 这样 最后一条问题 我想问 如果真的很多只小强 在你面前冲过来 那你会怎样做呢 首先我看他都没意思了 我应该要问一下 究竟我可以如何 轻松愉快地离开这一道呢 嗯 因为当你扩张的时候 你不会被头脑拿着 你计算 头脑就像一个线性 我首先要退后再退后 但是不能退后 那我现在要怎样 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 线性去想东西 我只是提问 我可以如何轻松愉快地离开这一道呢 我就可能会扩张自己 可能我会突然之间留意到 那里原来那里有陶梯 我先爬上去 嗯 就会有这一个不同的分别 嗯 嗯 OK 那今次呢 这一集呢 我们就是讲斩人 对不对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挑战这个 YouTube黄标的尺度 我们讲自 我们讲自杀 好吗 看看去哪一集 我们终会被人黄标 OK 那下一集呢 再见大家了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点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HELLO 大家好 继续是有心解读的时间 看到猶猶在这里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上一集就讲了斩人案 今集我们就反过来 出上一集刀口向外 今集就是刀口向内 自杀 上一集讲了很多 从一个心灵的角度 去讲这一件事 当然今集我们继续 都是用这个角度去讲 自杀 很多时候人们很简单 去想不外乎 就是两件事 自杀 要么很不开心 开心到某一个极限 那一点就是觉得自己 我生存都没意思了 是吧 是 另一件事 可能有些什么灵 鬼的影响 是吧 当然我想最主要探讨 就是自杀的原因 是吧 刚才所讲的那两种原因 是不是真的纯粹 这么简单 所以呢 看看你的看法 我会觉得 其实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其实我自己曾经也有抑郁症 嗯 是的 其实很无谓 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无谓 就是男朋友跟你分手 你那个症状是你自己纯粹有发觉 然后是医生跟你说的 是的 有轻度的 是的 不是很严重 但是我最初是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但是我的朋友就看到我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那他们就说 那把声呢 那把声呢 那把声都是这把声 没有变的 是的 但是表情完全不一样 曾经有一把声进入我耳朵 就说 不如死去吧 嗯 男还是女 好像是女 不如成熟一点的我的声音 哦 不如你死去吧 那样 这样的意思 你应该不会真的想死 你就问他 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清醒 但是我从那一刻开始就觉得要正视这个问题 嗯 是的 因为我爱我的狗狗 什么 我爱我的狗狗 但是你也OK 那把声音也OK 他们教你刀口向来 他没有教你刀口向我 我觉得他这把声反而是我的转译点 如果我听不到那把声音 可能我会继续沉下去 我不会正视这个问题 哦 因为那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常常都在问我做错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就好像自问自己没问题 就把那个 把自己缩秒少得很紧要 缩窄得很厉害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就算所有朋友 家人 不停地勸语 其实都已经是没用了 那变相 其实那一刻 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少少想自杀 但是呢 当你会不会觉悟到那件事 其实真的不对路 我真的要求救 而去改变一些东西 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 就是这样说 你发觉自己有问题 但是有些人很简单 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人 他就不会自杀 其实都不是的 我觉得是无定向的 但是当你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时候 就请苦心自问 我没有骗自己 我没有制造一些方言 而令到这件事好像是真实 是 这件事很重要 等于你会不会探讨你的内在 探讨你的潜意识 你没有去探究自己的时候 其实你以为 很好啊 我每天都可以出去玩 我每天都可以上班 很开心 但是其实 可能只有你一个知道 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其实是怎么样 最诚实的状态 是不是一定是被催眠的那一刻呢 其实是的 因为催眠那一刻 你看不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那一刻你最需要的东西 哦 我们看电影 通常催眠很神奇 是不是 可以催到你出去 杀人都可以 是 但是现实中的催眠 我没有什么看过 这件事 不会去到好像阿渣渣辉那一部电影 是的 我会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很多事情 如果你是over了的时候 其实你身体上有很多干预 要你不要这样做 而你怎样去突破那样东西 不但我怎样听话 好像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其实你要去到这个临界点 其实你是真的 好像突变了 嗯 你连什么声音你都不听 你只是想标着那件事去做 是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真的 我想 坦白说 如果你说 由自杀的原因 说到他这一件事 就是他认为自己有没有错 又或者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社会 整个人的价值观的观念 坦白说 我想以你的知识 应该可以说半天都可以 是吧 但我是不会这样玩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去 我们慢慢去再分开长谈 我们都是拉回去自杀 对吧 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最近 近这几年 或者近这十年 那个自杀的 以前我去听 就是这样说 小弟就是三字头 你就保密了 是不是 我小时候我没有听过 我说小学生自杀 这些东西 就是中学生自杀 我觉得都已经是奇闻 对不对 现在 就是 中学生小学生自杀 我不知道 遲些幼稚园 刚刚出生就已经 自己 是啊 这件事 你说 他觉不觉得自己 对不对 或者他受不受到一些影响 是不是纯粹 就是因为 我重点在他们的年龄层 他们的自杀 就是因为那些 他们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简单 其实我觉得自杀 没有分年龄 是他自己 怎样去看这件事 和他们的成熟 是 就是 好似之前有说过 他们怎样去植入一些观点 家人怎样去做 因为其实一个小朋友 那个成长 其实0至7岁 他们是模仿能力最强的 就是家人怎样 他们就会学习怎样 那就糟了 我经常和我儿子一 我儿子一 乱的时候 我就和他说 糟糕了 我想跳楼 是呀 所以不好 因为其实你们做些什么的时候 其实好像一个新教 加上其实 认真说 香港是好一个填鸭式的教学 变相大家都好像粗兵 没有一个自我意识 没有一个自由意志 你可能你有很多的长处 你有很多的优点 有很多的天赋 但是变相这个环境 不用让你将你的天赋发挥 你就会觉得自己没用 这个找不到食 你不要再做了 但是他唯独是这个最强 有些可能自闭 他们不太懂得表达自己 但是他们不用口感出来 但其实大家是心灵感应 你会感觉到他想表达什么 这个心电感应其实是很重要 当你感觉到你旁边的人 沉入一个想自杀想死的位置 失败在这个位置 其实你应该感觉到 有些事情不妥 你应该多多在那个人身边 嗯 就是开解他 其实开解很难 因为那个锁是要你自己亲自解开 但是多些在他身边的时候 其实可能有一个陪伴的时候 可以带到一些温暖 嗯 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 有些人 我又从一个学法的角度去说 是不是 有些人 他就会说 例如我们也听过的 自杀 之后他就会进入一个 这个是无间地獄 我不知道我没有说错 不是 那个好像是佛 不关你事 即是无限苦的 是的 所以其实 我相信有些人 他没有去做自杀这个行为 其实都是因为 他想到有一些后果 一些已知或者未知的后果 而他觉得那件事是痛苦的 或者他承担不起的 而且那一刻他清醒了 因为有时候有些痛苦 是会令到人生病 可能你刺下去的时候 那一刻痛 你会立刻醒了 老实说 你问我 坦白说 喝少许水 我一定不会做 是不是 这么苦 救了 那怎么办 是吧 就是这样说 是吧 例如 又或者 各界手都是 就是 戒不了要戒多少 很痛的 但是有些人 哎呀 不入肉 未见血 再来多一次 哎呀 还未见 有些人 他们会觉得 这个痛苦 都不够他们的内心 会痛苦那么强烈 嗯 其实这个才是很多人都 会想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 但是有时在一个 身心灵的角度 死其实都是一个选择 你选择结束一生 但是当你死了的时候 你附带着那些东西 其实是否真的 不需要负责任呢 可能你是因为 因为欠人很多钱 你真的没有力去还 而你选择去死 你死了之后 其实可能那个 无力 那个感觉 一直都黏着你 嗯 所以其实当你死了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 无身体一身轻呢 其实是不会 嗯 是啊 你是有压力而死的 其实你死了 那个灵体 都可能很大压力 那个灵体在你旁边的时候 为什么我觉得 博物这么厉害 因为他很大压力 嗯 是啊 OK 但是这样说 换言之就是 如果自杀 死 某程度上是一个 我的选择的时候 那其实也很不公平 对不对 我帮我自己 选择了自杀而死 但是我死了之后 的一些后果 那样的后果 就转戒了给人 而那样东西 他本身 那些人他没有选择 去承受那些后果的 你说他的家人 是啊 例如家人是朋友 是的 所以你问我自杀 会不会是你困死了 而令到自己 以为不能选择 那其实 绝对是 而你当你那一刻的时候 其实你只是想 我想摆脱这个束缚 而你不会想到 我爹地妈咪会怎么样呢 我家的宠民会怎么样呢 我其他的亲戚朋友会怎么样呢 因为那一刻 他连他自己都兼顾不到 他兼顾不到其他事情 但是 当我们任何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 国策的位置 在那里 其实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 是 那我想问一下 催眠的角度 自杀 有没有得由他想自杀 催到他不治呢 其实我自己亲身经历 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 我选择讀催眠 是因为一来 我觉得 我很想了解我自己 内在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因为一件这么小的事 而不开心 还有我觉得外面收贵 所以我自己读 这样 是的 当我自己有一次 上课老师会给录音 你们自我读 引入地进入催眠状态 我进去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画面 令到我感动 原来当初我和男朋友分手 我不是不舍得我男朋友 我是不舍得他们家人 好像当我女儿一样 我好像没有了一个很疼我的家人 我永远都不会有这个家人 那一刻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 原来我不是不舍得他 我以为我不舍得他 原来我是不舍得他 爸爸妈妈对我的好 哦 那就是万一就算你和他结婚 其实你都只不过和他家人结婚 想契会好些 想契会好些 OK 这个也挺有趣的 所以当你是一个想 好像我活不了 我觉得很辛苦 我觉得我全世界最惨的时候 有时你内观一下自己的内藏世界 你发觉原来你在执着那件事 其实不是 是身边的东西 你以为是这样 嗯 你会看到很多的可能性 宏观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其实这件事 可能不是这样 我有很多不同的位置可以走 嗯 OK 当然自杀 其实刚才也这么说 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觉得 因为有一些事情 他解决不了 而那件事 解决不了 影响到他的生命 是令到他不能再面对的 所以他会选就是自杀 这件事 在某程度上 其实跟宿命都有一些差异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我的命是这样 可能我八字删出来 我名刊删出来 是不行的 是不好的 我都没得救的 我还要欠人70万 欠人街数20万 是不是 我之后我没有任何走 我不行了 不如掉樓搞定它 宿命在你的角度有没有这件事 我觉得宿命 其实每个人一出生 都有个基本蓝图 但是那基本蓝图 你自己可以填写在里面 你想拥有的东西 等于你欠责70万 为什么你会创造到这件事 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你是不是追求了一些物质性的 现实性的东西 而令你成为了这件事 如果你在一个蓝图 很多人喜欢看八字 剪尼斗数 你要说宿命的话 你明知你个人对钱财方面 是不为敏感的 你还要去投资 那这个是不是你自己 踩个头给自己 如果你不踩下去的时候 你便不会发生之后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宿命 当你知道自己长处短处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拿捏 我怎样可以将这件事 变得更加平衡呢 我怎样可以将短处 变成长处 长处变成更长呢 那你才可以创造更加多的东西 令到你的人生精彩 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在拍戏 那份稿是你的 然后去那里拿发头 那你的人生很没意义 但又这么说 如果我那个剧本 看来看去都得了几百元 然后就拿个蓝图 那我又可以做到什么呢 看你那个烦恼是怎样拿 那如果那个烦恼你是拿得 我觉得我无悔这一生这样的 你拿完烦恼 你便再开拓一个新的剧本 换个衣服再来过再玩过 但是我会觉得 你怎样可以在处于一个不开心的时候 怎样可以将自己扭转成为一个精彩的人生 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去选择的 刚才有一句你提及到自杀 都是一种选择 是 是 是吧 嗯 这句我觉得是 其实很忠诚的 这句说话是很忠诚的 因为 你这样看 自杀只不过是一个动作 自杀和杀人都是一个动作 我都说了一句 只不过是刀口向内和向外的分别 是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都是 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 反过来应该清晰地去想 怎样消灭或者消除了一些 会将自己卷入了雪窝里面的东西 要懂得警告到自己开始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要懂得抽离 当然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位置 但其实坊间都有很多身心灵上的healing 而且是越来越多 越来不同的选择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帮到的 是 但有这样说 我有时 我会听到 例如 自杀或者斩人 就是因为他的心不定 例如想自己的心定 可能是众伯 冥想 那些 但是 又会不会产生一个情况 就是我越冥想 我越心不知飘去哪里 或者被什么影响到 会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众伯坐不定的人 嗯 我一听好像很舒服 只要旁边有一肥行 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吵 那就不行了 是的 我是享受不了众伯的 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治疗 例如有一些是叫做SS-BAR 它是一个新的New Age的一个新心灵的东西 它是帮你扩展你自己 将你身体上面的观点批判清走 当你个人没有一些观点批判的时候 你站在中庸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你个人是很free 你不会受旁边的能量影响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的可能性 是 所以我会很喜欢这一样东西 即是怎样用 亨亚那些 其实SS-BAR是按你头的几个能量点 去释放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讲很多思想情绪的感受 99%都不属于你 而你买入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吸收不同的知识 在哪里 在哪里 按那里 在头 对 SS-BAR那个 好 准备 5、4、3、2 SS-BAR是按你头的几个能量点 那就会清除了一些思想情绪感受 因为我们讲的 有99%是不是属于你的 而是你买入了别人的观点 当我们清除了的时候 我们会处于当下 我会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 想要些什么 而我是些什么 的时候 当你越清晰自己是些什么 你不会那么容易动摇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自杀 是因为别人的言论 言论他们可能觉得很重要 他们会觉得很困扰很辛苦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而当你把这些言论看完之后 挺好的 我不会有趣 那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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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会舒服很多 你会让头脑静下来 只要你的头脑静下来 其实你整个人都会很平静 OK 今集我觉得是值得去想一想 上一集我们讲了斬日 今集我们讲自杀 希望这影片是没有黄标 但两集我们讲完血腥的东西 下一集我们讲一些没有血腥的东西 因为其实这个节目 我希望focus在一些心灵的角度 所以其实可能有一些社会的现象 我们都会讲的 所以大家期待下一集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好 拜拜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页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又来到游心解读的时间 照舊见到游游在这里 大家好 今集我们就撇除了一些血腥的东西 我们就不说刀口向内还是向外 我们就是说社交媒体 因为大家知道之前的一个时间 Facebook推出了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所以令我想起这个话题 在一个心灵的角度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人需要社交呢? 因为人是喜欢互动 而且人是很怕自己的一个 觉得很腐门 他们会觉得有多个人在身边 好像很有趣 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开心分享 但其实没有想过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很精彩 嗯 所以他 因为他想需要互动 他想和人互动 就需要社交 是 而且社交是可以带给人欢恩 就好像一种Hormons的影响 嗯 但你知有些人很衰 例如他是男的 他就专针对跟女性是社交的 是 所以社交方面 其实我们是否真的要 所有东西都要100%去 Fill in 个人 而且我们是否真的会被一些 社交上面的 或者媒体上面的东西去吸引 而令到我们看不到 里面的真实性呢? 嗯 OK 大家听不听得明白的 应该都听得明白的 你觉得社交媒体会不会上引呢? 会 你自己有没有上引呢? 嗯 之前都会的 就是无限看IG 就是无限最喜欢看留言 那些 但是当我进入了身心灵之后 其实我看那些东西 我会觉得 嗯 为什么 那么不舒服呢? 就是那些能量 为什么那么重呢? 这个感觉 可能因为很多人 在媒体上面说话 那不会知道你是谁 有时候很多说话上面 其实都有些伤害性 嗯 而每个人的心灵 其实那个硬 或者脆 都很不一样 嗯 那变相很多人 就会迈入了那个观点 他就说 他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很不开心 会睡不着 会跟朋友聊天 甚至可能会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 嗯 但其实那个人你不懂 会不会真的因为他一句说话 而影响你整个人生呢? 那这个都会在心灵上叫做选择 嗯 但是媒体这一样东西 就变相很多都会用了这个方式 先伤害 或者是比较 令到每个人看下去都会觉得很不开心 嗯 尤其是当事人 或者是貌似当事人的案件 或者其他东西 但是这个呢 又回到我第一集所说的了 很难 就是作为 我想 我们不要说到媒体 媒体当然因为他要营运一个生意 或者商业 所以他一定会是 他要有他报道的东西 或者他就着他的宗旨 他的理念 而去报道他要报道 或者他想报道的东西 OK 但例如我们有时人 我们很难 我们看到齐冠希闪卡 我们一定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假设 所以我们又应该是怎样呢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 所谓不关自己的分享 真是控制不了的 嗯 但是当真是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就真的要小心 要去分辨一些东西 其实这些事情我是否真的需要继续追来看呢 不懂的 人家一句说话 可能吃完饭 每日做 打了一堆东西 你真的逐个字 逐个字去咀嚼的时候 而把那些说话 完全进入了脑 进入了心 可能对于你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你只会继续说 他这样说 糟了 难道我真的是这样的人 你就会开始自我批判 其实他们说的事情是否真的 嗯 你就会很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有时社交媒体的事情 要自己去衡量那件事 其实会不会影响到我又很大 那当然啦 我觉得在这个地球 是不会有 不会没有批判 批判是一定会有 而你怎样去对对这些批判和言论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都预认了我们 这集应该有很多批判 那你 那又我觉得还好的 但是你觉得我们那个面对是应该 当然有很多人 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去选择 他们可以选择是 一见到不对的东西 就行 有些就是我当看不到 有些就是看完当看不到 但是之后又不服气 又要再批判 是 是不是 有些甚至乎就是 叫一些亲朋戚友一起去 去批判 是不是 所以 应该哪个角度 是会比较好些呢 如果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就是看自己 当你看到那件事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很重 很不舒服 感觉 不如你可能问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会看完这件事 我会觉得不舒服 探究自己发生什么事 因为可能很多说话 那句说话 其实不是属于你 也不是属于你的人生 只不过那句说话 你卖入了这个感觉 那个感觉不是你 可能是写出来那个人 可能他写出来那句说话很愤怒 而你感受到那个愤怒 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会有能量 有音频 有震动 所以每一只字都会有一个影响力 而那个影响力 你会不会完全是不咀嚼 而直接去吸入呢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要自己细心点去想一下 其实这句说话 是不是真的影响我呢 其实不是的 可能你生气完之后 隔一个星期 又没有东西 其实本身都已经不容易了 那件事 所以要在媒体上 里面有很多的报导 我们要真的可能 今天这篇报导 可能第二天又不同了的时候 我们会去追来看 但是里面当中 你可以吸入了多少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要自己懂得去分辨 就是可能你看完这些报导 或者看完一些留言 你是会觉得 我看完了就完 不要去 有过多的情绪牵引在里面 嗯 过多的情绪牵引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一个人他沉沦了一个地步 就是他分不清楚 究竟是他用这个社交媒体 还是这个社交媒体影响他 好吗 可能大家有互相的影响 我是靠这个社交媒体去拿一些资料 令到我在公司成为 每个人都很喜欢走返来跟我聊天 因为我很多的情绪 因为我回家每天都mike 每个同事都很喜欢跟我聊天 但是你要这样去过来的人生 你开心吗 那你就是利用媒体 那变上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大家相互相成的 那媒体都会因为你们 哇你们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那就会发放不同的资讯 日生愈疑或者有空改变 你又会去追来看 但我这么说 刚才你举例说这个人 他听完你说这些所有东西 其实他都不会清醒 其实我知道是很难的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但是都是那句 你要提问一些东西 宇宙会给一个角色 告诉你其实事情是怎样的 当我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不开心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 再看一些媒体上的东西 你会觉得心很硬 可能你会提问 其实这个硬的心是否属于我呢 可能是画面里面的人 他们发出一些能量 很重 而你吸入了 因为每个人都有吸能量 也会放出去 大家都是一呼一吸 好像口气 我刚才一直探讨的情况 就是如果那个人 他很依赖 或者他根本沉入社交媒体的世界 他有什么问题 但有些人 我近几年听到一个词 就是社交媒体恐惧症 是吧 那这件事又怎样看呢 就是你说他们是看了一些东西 他不怕 他很怕 他尽量不想用社交媒体 有些人甚至有一些例子 就是 直接删除了社交媒体 其实社交媒体 我会看的东西 就很少是一些国际的身份 因为其实我有时看到国际的新闻 或者很多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其实那个能量很重 是感受到能量很重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性的新闻 通常传到你的耳边 都不一定是好 都不方便是好事 是的 我也觉得是 不是打仗 就是这个天灾 是的 天灾 那些 但是其实我们 在心灵的角度 当我们吸入了一些很重的能量的时候 隔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常常会觉得很不开心 我真的觉得很不开心 我好像做什么都提起的 那变相其实是会拖乱了你个人很多不同的东西 嗯 包括你的人生 或者你可能第二次飞行 我会觉得很累 为什么我会这么累 我明明没有东西 那变相你会缩到自己很小 那这样说 就是这个我吸入 我排出可以吗 有没有方法排出呢 就是你问 其实我这一刻的能量 是不是属于我 这一刻我的感受 是不是都是属于我 我问谁 其实你问就可以了 我们说出来其实是一个频率的 哦 OK 就是一个很大很无限的东西 其实它是接收到的 就是等于人们会用吸引力的法则 提问一些东西 提问一些东西 就创造一些东西 嗯 其实就会是一个这样的能量 是 所以当我们去问 其实这些东西是否属于我们 那可能你就会感觉到好像轻了 那如果你感觉到不是 都是这么坠 都是这么不舒服 那你就要真正留意一下自己内在发生什么事 或者我现在的生活在发生什么事 嗯 是不是当我看完那些东西 有心同感受 是我曾经发生过 或者是我前世发生过 这一刻我还有一个记忆 嗯 所以这个其实都很值得自己去探讨自己的内在 嗯 嗯 OK 那 你有Facebook的吗 少用 多数用IG 哦 OK 那你也有IG的 是 那你那个 就是平时使用的时间是 使用的时间 多数是坐车和吃饭 是 我看到有些很夸张 真的 随时随地 长期都在这边 是 但是其实有时我们 譬如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都留意身边的市民 或者叫做避开一些危险性 就是媒体近期都报道很多不开心的 但当我们沉醉了在媒体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对外的角色是降低了很多 嗯 身边有一些危险性 或者你角色觉得 为什么那个人是怪怪的 那你都看不到 你只是看着 今期应该买什么衣服 今期的人穿什么衣服 嗯 所以有时 当然搭车很喜欢听歌 但其实都打开大家的角色 就是可能你看看 你会觉得 我想看过去看一些东西 我觉得奇奇怪吧 就真的去做 而不要让你在看的东西干扰了你 去skip了那一部分 因为有时 当你沉醉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内装很难敲醒你 你留意一下身边的东西 可能有危险 变成你会miss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尽量都要打开国策 不要说真的 咪确就咪确 你提到这个国策 我想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小小的分享 大家又记得 就是这个四年前 就是一个社会事件 是不是 那段时间 其实我都已经周围 那段时间 你刚刚收 有些社会事件 令到大家有很多负面 不满的情绪 你又不拒我 我不拒你 你又觉得我打你 你又觉得我想打你 那很多这些情况 其实我周围 我都常常跟人说 就是我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影响 这个绝对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影响 有个蚊 那 就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们就是不停 为什么你们会去 坚持你们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呢 就是因为你们在不同的社交媒体 无论是YouTube Facebook 或者一些可能有些不同的新闻平台 你会看到一些 嗯 我这一派系的人被人打 或者 或者他们那派人做得有什么不对的事情 那久而久之 你们就会觉得 就是 喂 全世界都是 都是 在做这件事的 是不是 那当然是你不对 或者我对 是不是 那长此之间 你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坚持 而你们也要理解 这个坚持的背后 其实 那个推手 就是社交媒体 因为社交媒体很简单 社交媒体一定是背后有一种演算法 那种的演算法 它就是因为按你的个人喜好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看什么 而它推一些什么给你 就其所好 是不是 就是整天坊间都有一个测试的 女朋友拿个男朋友的电话出来 看看她IG 看看她搜寻了些什么 是不是 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演算法的问题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 那个社交媒体 自然就推一些什么给你 所以 在这个的前撤之下 你们看的东西 就是一些 你们最想看的东西 那这个的说法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假设 我 看一些 警察被人打的影片 看得久一点的 OK 那YouTube他就觉得我喜欢看这些影片 如果我看一些影片 是警察打人的影片 我看得久一点的 都是那些 是吧 那他就又推这些的影片给我 是 OK 而你理解我的说话 无论警察打人 还是被人打 其实这里是两派来的 即是 黄论你是A还是B YouTube或者Facebook 他都是因为就着你本身 是个人潜意识的喜好 而他就推翻一些 他认为你想看的东西 那慢慢你就一直看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喂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是 是 他就会变成 是 你不相信 他就会觉得 你有没有良知 你便会质疑自己 難道我真的有问题 是 所以 会变成 有些 争拗 就越来越多 即是 你跟人吵的时候 你都会这样说 喂 YouTube是这样的 那段影片你也有看吗 是吧 但問題是對方是說有這條片 我找不到的 就是因為演算法 個人喜好不是看這些東西 所以演算法之下不會給他那些東西 而令到你們中間溝通的階段越來越大 其實是一個隔膜來的 變相人與人之間 你不用溝通了 去片 去片之後就做了片的東西 或者可能那片是頭其所好 說中了你很想做的東西 那他經常出獲 你就看 你就將那樣東西不斷吸入了這方面的知識 你就會覺得我也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那久而久之就去到你一個 剛才你所提及到的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肯定有一些PK 他很喜歡將社交媒體看到的東西 就周圍和人討論 是 又或者其實這個世界根本就很多這些PK 這些才是不正常的人 所以那個Gap 越來越大 那個紅溝越來越大 你又覺得你看的東西是最適合的 我又覺得我看到的東西是經常發生的 所以大家經常一直吵 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我經常都這樣說 無論你相信什麼都好 其實那個都是信仰來的 是不是 僅有一些人 他認為他爭取不到的東西 但是他都有一份心是認為要爭取的 也都僅有一些人他覺得 唉 都改變不了的啦 就算了 是不是 這是一個信仰來的 就是有一些人他認為他自己一定要上天堂的 他就信了耶穌了 是不是 我很想去探討的這件事 而我也覺得有一個觀點很好就是 很好在於什麼呢 就是我可以引用 我借用到去代入這個事例 把一些感受出來 是的 這樣就可以讓大家去理解 其實很多時候到最後所有的爭執 就是因為那段時間所有爭執 其實不是你正在用的社交媒體 其實就是社交媒體正在用你的 是的 他只不過是一個工具地擺出來 令到大家很多批判 形成了很多觀點角度 但是大家就去不到一個中辱的位置 看到其實我需要不需要為了一個媒體這樣呢 嗯 其實是不是真的要大家要拍檯拍椅 叫做最好呢 是的 沒錯 每個人都有他相信的東西 我當然都有我相信的東西 但是這一刻我一定是跟你說我愛國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這樣 你這樣 無緣無故這樣笑 就是這樣 所以你都愛國的 愛國 是的 OK 愛港 愛國 沒錯 OK OK 好了 今天下集就再跟大家去說其餘的題目 多謝你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請給多點支持我們 做齊讚好 分享和留言 因為這些動作對於頻道的成長都是相當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主播無私奉獻 達至免費知識共享 絕對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同時 影片資訊欄有主播的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觀眾可以進入網站 詳細閱讀 我們在錄成功 HELLO 大家好,又是由心解讀的时间 照旧见到由由在这里 大家好 今集我们就是讲另一个话题 有是不是血腥的 不过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动作也很残忍 最近因为这些是吃花生的新闻 我们也不是探讨这一宗新闻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喜欢从一些心灵的角度去讲 由心出发,由心解读,解读 由心解读,听到没有? 导演都出声了 所以我很想从一些事情,但是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这个这么难的动作就一定会交给你 好的 很有趣的 最近,也不是最近,就是之前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一位时事评论员 他长期住在外国,即是袁先生和容小姐 因为袁先生被国安法公开一百万通缉 然后容小姐又再拿出来给大家谈论 因为大家觉得很有趣 一个家庭两种关系 两种立场 所以经常用来说笑 但是我想探讨的是,加工被人通缉 媳妇在登报脱离这个关系 我们不讲,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不是就这样说,登报就可以脱离这个关系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去提出这个疑问 我觉得如果是本身有关系的 是不是应该都会有些法律效应 因为我对法律这件事都不太认识 但是登报是不是都是割了一半脊的意思 原则上,我也没有问过法律 但是,我们经常都听不少 例如假设阿强欠收身债 然后穿草 只剩下强妈在家 天天都被人拍门 那怎么办呢? 他就唯有登报 就是我与强强脱离关系 理论上,拿着这份报纸便免死金牌 追溯佬便拍小阵 就是这样 其实可能这个行为 其实都有少少保护家庭的状态 是 或者是当大家真的去到一个抄家的状态 是不是真的保护得多少 他们的心态是怎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东西 登报出来 或者说什么 我们加这么多评论上去的时候 其实当时人错也好 对也好 其实承受的压力也不少 是的 因为他们始终都是一些比较出名的人士 他们如果不做登报这件事 就变相好像 总有人会找他们的东西出来说 不如我先做了 我先说了 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舒服一点呢? 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可能 即使他们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物 但是有时家里的事 是不是真的需要用一些媒体上的东西去展示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的状态是怎样 是否真的需要交代呢? 那如果我不交代 是不是被人炒出来的时候 事情会更加差 所以我觉得 就算登报没有法律效应也好 但是他们声明了一些东西出来 其实都是一个保护机制 但是你觉不觉得随着这个年代的一个转变呢? 就是岁月的一路走 就是我觉得大家那个人的思维 或者那个伦理呢 都有一些的转变 就是以前不行的东西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对吧? 就是以前觉得 以前不肯定的东西 现在不要紧 这个肯定权交在我手上 以前的感觉是好像孝子 一定要做到好足的 譬如可能 媳妇做得不对 但是也不能出声 儿子也要帮妈妈 帮奶奶 但是 其实我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呢? 譬如我女生嫁到你家 是不是真的要受娱乐? 我也是别人的女儿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时代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有自己想要的位置 而不会去屈就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做得挺好的 但是 怎样可以捍卫自己的位置 但是又不会有情绪出现的时候 这件事真的要很认真地去探讨和学习 嗯 因为这样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转变 而不要让自己有一些情绪 产生 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大路的说法 是 但是问题就是 那我们又怎样去做呢? 你觉得 喂 说是很容易的 你意思是 如果当我处于这个位置 可以怎样去做 例如假设 一位容小姐 一位元山 那位是大元山 还有位是小元山 对不对? 我想其实最痛苦是小元山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 反过来 我就以她为例 那她应该怎么做呢? 嗯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 她们的观点角度本身都已经不一样 嗯 但是 在一个新心灵的界别 我们怎样叫做最平和的相处呢? 我容量你有你的观点 而你同样有我自己的观点 嗯 大家的观点是可以共同共存的 而大家不去干涉所有的 因为其实你除了这个观点之外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兴趣方面 我们都可以谈论 我们是否一定要困死在这个观点上 嗯 变成你把关系收到很政治化 或者是很计算式 那你们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大家经历了很多事情 也都因为共同产生了兴趣 才会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因为一个观点 而把所有东西都破坏了 其实是很旁识 而你看不到以前 其实你们曾经开心过 还是大家有很多的选择 可以同时去进行 因我其实没问题 因为我的家人有些信佛 很手持人 有些信耶稣 但他们信耶稣的方位伯母 都会和我们一起去拜登 只是她不口头 她会尊重这个宗教 但是我会有我的礼马 所以我觉得伯母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伯母这方面 大家有大家的观点 而我会陪你们一起去 因为大家是一家人 但只不过某些行为我们不做 而我们也不会迫伯母去做一些点 不行 我要叩頭益墓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講個心 那我想問 我知道在催眠這件事上 你有去幫一些客人 而你也有教班 我教就不是教催眠 我教讀心 OK 教讀心 都是那件事 其實我可不可以理解萬事想解決問題之前 其實自己的出發點是最重要的事情 要好好知道自己的出發點其實是在捍衛著什麼 我在捍衛著我的名城利酒 我在捍衛著我想要的金錢 即是很現實的 還是我在捍衛著自己的人生 當你發覺自己捍衛著那件事 根本是一個很過於物質性 實際性的事情 其實那件事是否真的給你開心呢 很重要 所以很多時候我會選擇教讀心 是因為我會想大家知道自己的前意識 內在的想法是多一點的 不要讓頭腦干預 或者不要讓那麼多外面街的能量干擾了你 你以為這件事是關你的事 每一件事都要強出頭 但是那個結果呢 你是不是真的承受得起 當你了解了自己的需要性的時候 你同樣了解了別人的需要性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誤會很多的紛爭 我們可以沒有 不會再發生 因為有時候我們口說出來的說話 其實是一個禍 但有些人就是我不喜歡說內心聲音 我喜歡唱反調 所以你傷害了別人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反轉 又或者有些人是我不喜歡說我的內心聲音 總而言之我就是不讓你說你的內心聲音 是 所以這個就是強制了別人的觀點 你要別人跟你那套去走 但是當你叫一些人這樣去做的時候 反而有些人會反抗得更加厲害 好像你需要做一個情緒勒索 那些人會去承受低威或者附和你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可以這樣做 你一程序索索索索索就會瘋 反得更加厲害 那為什麼要用一個頭腦去計算這件事呢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多觀點 或者很多議員的對立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被很多 這個香港或者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困死了 一個框架 但是你覺得絕大部分人 其實都是在那個就是 我捍衛些什麼 這個問題的層次上 其實他已經是 要用很久很久的時間 他才可以回答你 因為例如他回答你 那個答案根本都不是真心或者最誠實的答案 如果在身心靈的角度 我們講內心世界 當我問你這句話的時候 你腦裏面浮現的第一件事 就會是你內心世界的東西 當你再兩三秒後 那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浴了頭腦 變相可能你想出來那件事 可能是很搞不打爆 很奇怪 好像不是很貼題 但是就是正正那件事 好像賺多少都賺不到錢 為什麼我賺多少都好像漏財 就是因為你處於一個破壞性的關係 當你拋棄了一個破壞性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接受很多的感情 那什麼是破壞性的關係 可能那個人經常虐待你 或者在言語上的虐待 或者身體上的虐待 令你變得很渺少的時候 那你吸收金錢的能量的時候 就會更加渺少 因為你將自己縮窄 當你放棄了這個關係的時候 當你放棄了這個關係的時候 可能你可以接收更加多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其他的東西就會平衡 但是你也不會有人來接受 你去看台詞 但你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就是這樣就去看台詞 那你去看台詞 讓你看台詞 那你就去看台詞 我去接受案例读 但在读心的过程中我只能告诉他 当下你男朋友对你什么感觉 前男朋友对你什么感觉 和他期望和你的关系变成如何 人家都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女朋友 你还想怎样 你都不要搞别人 很多人都处于一个不甘心的状态 不行 我一定要处回她 他就报堂了 但是整个过程我会感觉到他的能量 我是因为不甘心 我一定要进入他的前意识 说到他回来找我为止 但是前意识是很有趣的 前意识是一个保护你的机制 当那个人进入了你的前意识的时候 他知道你的内心世界 我真的很恨你 我不想回来 而你强迫他做的时候 前意识那对门就会关闭 然后不会容忍你把声音再出声 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内在对任何人来说 都重要是因为他会很懂得保护你这个人 而大家去了解 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经过头脑 或者粗口的言语 去将这件事黑化 可能我和你的误会其实很小的 但是因为你讲出来的语气 那个频率不好 我就会觉得 你什么你说的对不起都没有尾音的 但是前意识不会有这样的 有些人没有尾音就没有尾音的 有些人说 用WhatsApp聊天 不加emoji 是错的 加了也觉得 为什么你不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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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的 但是大家感觉到内心世界都是很舒服的 很坦然大家可以做到朋友 是不是真的因为一些观点 而我们要企硬势不两立呢 心电是什么 心电感应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 就是一个与生俱乐的能量 因为心电感应是每一只动物都会有的 他们不懂得问字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 他们就用这个方式 而这个能量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这是一个天赋 当人在这个石器时代 他们是没有文字的 他们就嗯嗯嗯嗯嗯 但是大家明白大家做什么 为什么去到这一刻我嗯 然后你就立刻反我态 你不咩 嗯 是啊 变上很多文字呀 很多头颅 很多观点批判就令到 最原始最纯的东西变到变了质 甚至大家都已经画了牙 回不了转头 嗯 明白 听不听得明白 其实都听得懂的 或容易理解而已 大转头 如果你也听不明白 你真是支持靈来 真的要 对不对 呢 当然啦 我觉得其实其实 還有很多話題可以跟柔柔去談 如果大家可能在讀心的角度 或者身心靈有疑問 或者可能有些 topic 想我們去講的 想探討一下的 想挑戰一下大家的底線 不妨可以在影片留言區留下 之後我們會抽出來 再跟大家去解答一下 聊聊天 甚至假意時日 有些觀眾想上來挑飛機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好嗎 都好 年齡大賽 是的 那就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好 拜拜 多謝你收看焦點視頻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請給多點支持我們 做齊讚好、分享和留言 因為這些動作對於頻道的成長 都是相當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主播 無私奉獻 達至免費知識共享 絕對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勵 同時 影片資訊欄有主播的專頁連結和聯絡方法 觀眾可以進入網站 詳細閱讀 政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